这是AWMP狙击 好像是跟AWM差不多啊 这个的话咱们也选一个 诶 这边还有一个盲盒 难道说这里面也是 和平精的玩具吗 带上 我就喜欢挑战盲盒系列去的吧 这个的话好像也是一个盲盒啊 不知道里面是啥 拿着 来都来了不能空手而归啊 行了兄弟们差不多了 拿了四个 我估计一个视频可能拆不完 这下面的这东西都太大了啊 都不能拍 这个玩具你们玩过吗 这个玩具的话在15年前 我小时候玩过 好的 咱们先来简单算一下 看一下一共能花多少 四个奥特曼的话是八 然后看一下其他几个 一共有拿了四个啊 AK我感觉挺贵的 我去啊 居然花了这么多啊小时候吧 太心疼了 好 已经复了啊 咱们现在准备回家 就对吧 你们感觉贵不贵去了吗 说实话贵不贵 我车呢我找下车啊 好的咱们先放到 前面的后备箱里边 然后扣上后备箱盖 然后扣上后备箱盖 来 兄弟们走 我好像忘了什么东西啊 兄弟们这么多 四盒 咱们先拆哪一个呢 先拆一下这盒奥特曼 这里面是我们最喜欢的迪迦 好像有一个红色的钥匙扣啊 这是一个哪吒版的一盒奥特曼 背部的话是一个光面啊 没有什么东西 兄弟们你们知道这是哪位奥特曼吗 他的头上有脚 你不会告诉我这是泰鲁奥特曼吧 其实他不是的啊 还有一个黄色选择当 特别可爱 来看一下这款黄金AK 哇塞这也太炫酷了兄弟们 看一下细节都过啊 特别的帅啊 这只是一款玩具兄弟们 请勿模仿 好的 咱们再来拆一下这个盲盒吧 这款盲盒的话我也是第一次拆去了嘛 不知道里面的开出来什么东西啊 来直接拆 哎好像有点眼熟 兄弟们你们知道这是和平精里边的哪款玩具吗 来咱们给他拼装一下 拆的比较散这个零件啊 这应该是他的前半身啊 握把部分 还是金属的 来咱们现在快速的给他拼装一下 听说这款玩具 在和平精里边使用的子弹是5.56口径毫米子弹 那你们知道这款玩具叫啥名字吗 用的人比较多 我也是比较喜欢用他 咱们给他把这个5.56子弹给他装上 装上两颗 OK啊还可以拉摔 特别帅 这是一个背景 鸡苗背景啊 如果这把mc16配一个红点就更帅了 好的 还缺一个 修音器 来把底套给他装上 修正吧看一下展示效果 帅不帅 还是一个泥彩的皮肤啊 修正吧后边还有两盒 咱们下回先看哪一个呢